文过怒 文欲乐 损有来亦有缺 让我真正明白 良食亦有的重要性 真正的良食亦有 就像宗教学里讲的善知识 我们可以多清静多聆听 那要是恶有怎么办呢 我们恭敬远利 我们恭敬远利 弟子归真的了不得 句句无量意 是必不可少的一本圣人之言 它的内容大到国家利益 小到家庭利益 全部讲完了 大到您当一个如商 大的企业家 您当一个宰相 小到家庭教育 做一个真正的人 活出人的味道 都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不要轻视他 我们不要轻视他 我们再接着看一个例子 我国古代大思想家 老子在出官之前 有一个官员走在他的面前 请教一个问题 我有两个孩子 大的比较老实孝顺 小的比较聪明 等我老了 要依靠哪一个儿子呢 老子就拿出一把铜钱 放在桌子上 对他的大儿子说 你只要过去打你父亲一下 这些钱 通通是你的 他的大儿子比较老实心想 怎么可以打父亲呢 死都不能这样做 所以怎么都不肯 接着老子 又跟那个比较聪明的小儿子说了 你只要过去打你父亲一下 这些钱就是你的 这个小儿子呢 马上过去就把父亲打了一下 然后呢 很得意的把钱收了起来 老子告诉这个官员 你应该依靠老大 我们看圣人的一举一动 都在提醒我们 亲情重 利益轻 我们现在却是利益轻 轻情重 这段故事呢 也就是告诉我们大家了 今天买脑子是钱的人 亲失了爸妈 一定是不行的 所以说我们大家在学习中华文化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明白 孝 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人只要爱钱 只要穷的只剩下钱了 对这种人我们怎么办 我们恭敬远利 我们恭敬远利就可以了 一定是孝当先啊 今天我们跟朋友交往的时候 也看这个人对他爸妈孝不孝顺 嫁了丈夫的时候也要看 这个人对他爸妈孝不孝顺 娶儿媳妇的时候 你一定要看这个媳妇 对他爸妈孝不孝顺 对不对 你看很多男的 挂大一个女的 一说喜欢着女的 女的连 连这个彩礼钱都不要 跟着男的就跑了 像这种女人 你也真不敢要 为什么呀 他对他爸妈都不孝顺 这是品质有问题的 这是品质有问题的 咱们不说他能力 这是品质有问题的 就像这个苏老师给我 昨天晚上说了一件事啊 说他直播的时候 有个人给他发了一个 发了一个信息啊 就是苏老师 你讲课有一段讲错了 这个苏老师就给我说呢 我有一段讲错了 你知道人家说什么错了吗 说我给这个人没回 他说什么错了 他说我就给大家讲啊 那我又给大家讲啊 今天呢 哎 婆婆给你管不管孙子 哎 是他自己的自愿 孝不孝顺婆婆 是我们自己的义务 也是我们的本分 苏老师就说 那个人给他说了 说苏老师 你讲这段错着呢 人家这个名点法 我没看这一段 人家说名点法都说了 婆婆要给儿媳妇 不管孩子 可以拒绝 可以拒绝 赡养婆婆 可以拒绝 赡养婆婆 我当时听完这个以后呢 这个 这个 那个谁啊 这个 苏老师给我说呢 这个到底是对还是错呀 我说你俩说的都对 他说为什么呀 我说你俩啊 他站在法律角度讲的 你站在道德角度这样的 我说我给大家讲课的时候呢 有两点 说得很清楚 一个呢 他要做中纪守法的一个不要做违背伦理道德的事 对不对 不要做违背伦理道德的人 那我们今天在讲 婆婆给你哄没哄孩子 你赡不赡养婆婆 咱们不管法律的层面 管道德的层面 对不对 管道德的层面 是不是 因为我们在想呢 因为法律是制人以犯之罪 法律是一犯人以犯之罪 对不对 那道德呢 是制人未犯之罪 我们今天作为一个人 应该从道德上面先去落实 法律实际是底线了 法律是底线了 你要看法律给你说 你必须孝敬你爸妈 对不对 那不出大问题了吗 对不对 你必须对你老婆好 你必须谁对谁对谁怎么样 对不对 这都是法律的强行要求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 不能去触犯底线 要不苏老师给我说呢 他给这个人没法 问我怎么回 我说不用回 我说你俩说的都对 他按法律说的 对不对 一个家庭不断的用法律的话 我告诉大家 我告诉大家 那我们这个家庭生活 没有办法去生活 为什么呢 不讲人情了 夫妻之间的一致 对不对 你这样一说的话 那这女人怀孕了 要个孩子 个人一半 那要是个人一半的话 女的能力小 男的能力大 女的说了 行了 男的就说了 我把我的 我把我给赡养孩子钱给了 孩子那一部分 赡养钱没有 对不对 那你怎么办 是不是 这是值得我们大家 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家庭是讲情谊 家庭是讲情谊的地方 家庭是讲情谊的地方 我们想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 对不对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明白 法律一定是讲最底线的 法律一定是讲最底线的 但是呢 道德 道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道德是让我们先前去做的 所以说大家不要一看 民法典一出来 这也不做 那也不做 我跟你说 那这个家庭就没办法生活 所以说直播间的朋友们 我们今天先活出人的味道 做任何事情 量力而行 量力而行 要不我说 要讲理 去法院了 要讲理就去法院了 真的是这样 所以说 夫妻千万莫讲理 常讲理来气死你 夫妻家庭要讲情 越讲情谊 爱死你 这是我们大家 真正懂得和明白的事情 真要懂得和明白 真的是这样 所以我们大家要是 真定懂得了 正明白 你就知道 我给大家就把这个问题 也解答了 我不知道问问题的 这个朋友 有没有在直播间 但是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 有代表性的问题 我还是给大家 把这个讲出来 这就是我们大家 真正要明白 这就是底线的问题 这就是底线的问题 我们想没想过 圣人的言行思想 处处在利益大众 真的是 利益千秋万代 果不然 这个官员晚年时的时候 是大儿子照顾的 官员去世以后 大儿子通知他的弟弟回来 但弟弟在外面做生意 只对送信人说了 我来回需要 我来回需要很长时间 又要少赚很多钱 最终也没给他父亲送终 真的 我现在真的还碰到几个比较顽固不化的朋友 跟我说 亲情值多少钱 拿称称称 一说良心值几个钱 你称一称 他真的这样跟你说 他说没有钱 没有钱哪行啊 所以该挣钱就要挣钱 该玩就要玩 不然怎么享受上等人的生活 他们误以认为这是上等人的生活 要不我经常说 我们今天 在物质中我们都是皇帝 谁都不缺持穿 衣食住行都能解决 但是我们在精神层面 是乞丐 我们今天就想一想 为什么很多人被大事骗呀 对不对 为什么很多人 被一些神神叨叨事件所能影响 说心里话 内心世界太缺乏 精神层面的东西 我们今天在学习中华文化 就是滋养我们的精神的 我不知道社会上怎么说 我在北京的时候 当时听了一个教育局的 一个领导讲一堂课 他讲课的时候 包括最后呢 卫生局的一个领导 也讲了一堂课 他说现在人 光孩子的领导症 精神异类的疾病 37% 37%啊 直播间的朋友们 37% 据这几年的统立 心理疾病和精神异类的疾病 达到了50% 我们想想 这个心理的疾病和精神异类的疾病 是怎么来的 精神极度缺乏 没有安全感 急躁 多疑 没有亲情 要不我说 亲情可以疗愈 我们内心的这种 精神的缺乏 我们今天想一想 我们今天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事情 是什么 对不对 我也有匿瘀了一段时间 我告诉过大家 我匿瘀的谁还跳楼自杀呢 对不对 是我太太呀 她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 她鼓励你呀 对不对 那个时候就觉得啊 活着没意思了啊 这也不好 那也不好 天天天天天天 这个着急啊 天天烦躁啊 学了传统文化以后才发现 哎呀 很多时候 我们要给自己解这个扣啊 我们要给自己解这个扣啊 靠谁都解不了啊 对不对 我昨天晚上我告诉大家 我遇到一个朋友 那特别有钱 老公级别也很高 那都是副省级干部 对不对 打着电话都哭的哇哇哇的 心情特别不好 为什么 逆于心情不好呀 我就说了 我们是问题的制造者 也是问题的解决者呀 我们今天要靠自己走出来呀 学习呀 对不对 不光是学习 我们要开心出来呀 我就给他说了一句话 我家家都有一部难念的经 你说谁家没有 富人有富人难念的经 穷人有穷人难念的经 对不对 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 我就告诉他了 你们家那个经难念 但是还能念 很多家庭的经难念 都念不下去了 为什么我告诉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 我们今天学习弟子规 我们今天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对不对 我们今天需要干什么 调整自己的心态 因为问题呀 再多都没有办法多 我们都能解决 我们今天认真的去学习 疗愈我们的心态 对不对 我们良心无亏 去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就行 对不对 我也是从匿狱中学弟子规开始的 我才治愈我的童年时候的这种悲惨的经历 我才发现谁也靠不住 爸爸靠不住 妈妈靠不住 对不对 我哭有啥用 我就把自己逼死 对不对 最多人家挖个坑把你埋了 有什么呀 要不我深刻的知道很多想自杀不愿意获得匿狱症的这些朋友们 我要告诉直播间所有所有所有的朋友们 任何时候 谁都别靠靠自己 还是那句老话 天下人把你抛弃了 你都不要抛弃自己 所有人都不爱你了 你要爱自己 请自己吃顿饭 养养生 开开心心的 对不对 买点好的水果 让我们营养足足的 我们可以健健身 贴个面膜 女士可以画画口红 对不对 男士可以健健身 女士可以练练瑜伽 男士也可以呢 学学太极 让我们的生活多自多才起来 这个时候才会非常好 你们实在扛不住了 觉得心里还非常的难过 对不对 大家可以关注我公众号看视频 每天一集 天天调整过来 天天调整过来 就会越来越好 对不对 我们今天只能靠自己 要不我还是那一句话 我们今天 很多人找这个大事 找那个大事 只能上当受评 我们今天随随便便找个工作 我们赚的钱 都能把自己养活得很好 即使当团为工人 我告诉大家 你也能生活下去 你怕什么呀 你什么都不怕 直播间的朋友们 对不对 你只要勤快 即使残疾人都不害怕 国家给这个几集残疾 每月都有生活费呢 最低的生活费都没有问题 我们自己想一想 我们今天匿域什么呀 伤害自己干什么呀 没有必要 我们只有自己救自己 别想着谁能把你救了 秦东奎能把你救了 我告诉你 秦东奎只能救自己 你也只能救自己 我们今天只能共同的学习 前进不要后退 真的不要后退 让我们 坚持下去 真正的坚持下去 好好地学习 地子规 让我们越来越好 所以说大家永远爱自己 永远理解自己 永远支持自己 把这个状态呢 把它完完全全的变化过来 完完全全都变化过来 我就给他讲个事情 我有个朋友 集团董事长 非常非常有钱 但他没有他家保姆有福 他有一个朋友去他家的时候 他没在家 这个朋友给他打电话 说我看见你们家保姆 把我上一次给你送的海生 当土豆丝一样吵着吃 你想想 他朋友去找这个朋友 路过没打电话 说我去看看 我这朋友在不在家 在了在家喝会儿茶 谁让门一敲开以后 一看保姆端了个碗 碗里面吵着什么呀 吵着是 他以为是土豆丝 一看是黑色 一看 原来人家把海生 当土豆丝吵着吃 当土豆丝吵着吃 我说朋友就跟他打电话了 我看见你们家保姆 把我上一次给你们送的海生 当土豆丝一样吵着吃 他对这个朋友说了 没事保姆吵着吃就吵着吃吧 他只要把家给我看好就行 我就说了 你看保姆多有福 是不是 我们今天很多有钱的人 还没保姆有福呢 我遇到那么多有钱的人 都哭哈哈的 为什么呀 钱贷多了就苦了 钱贷多就苦了 对不对 他只要把家看好就行了 我们看看保姆 海生当什么 当土豆吃 你有钱没福气 你是挣钱的工具 对不对 人家干什么呀 人家当土豆丝吵着吃 我们今天是 我们今天想想 我们今天想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 要不我经常说啊 你只要勤快 当保安 当保姆 当环卫工人 都把自己养活了 为什么呢 职位呀 没有高低 没有宗卑之险 只要我们勤快 我也跟大家都说了 我还当过乞丐呢 我还捡着别人 扔着不吃的东西吃呢 对不对 我还去捡皮油瓶 捡矿泉水瓶呢 我那个时候 没谁管我们 我天天在火热站捡 捡完以后 找一个收破烙的地方 我就卖了 卖十块钱五块钱 我就有一栋饭吃啊 对不对 所以在我眼里 我对这个乞丐也好 环卫工人也好 保姆也好 保安也好 我特别的宗敬啊 人家都靠本事吃饭 对不对 人家都在靠出力吃饭呀 人家不偷不抢的 宗敬守法的 对不对 天道酬情嘛 我们有什么看不起人家的 我们今天想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 做好我们自己 不要说谁有福 谁没福 对不对 我们今天想一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 对不对 我一想人家 保姆现在太有福 太有福了 我还碰到过一个老板 住着几千万的别墅 家里雇两个保姆 一个管家 一个做饭 我当时就给这个老板说了 我说你还没你们家 保姆有福 他说为什么 我说你看你这别墅 几千万 你说你一年在家里能待多久 对不对 他也算了算说不到几个月 说我经常出差吗 我说你没福气啊 高档别墅保姆住 高档家具保姆用 还要拿着工资 每天风吹不着 雨淋不着 都有福啊 所以说我们天天忙忙碌碌 挣钱到底为什么 自己要搞清楚 我们今天为了钱 不顾亲情 我们今天为了钱 把孩子疏忽了 我们今天为了钱 把爸妈疏忽了 男的为了钱 把妻子疏忽了 妻子为了钱 把丈夫疏忽了 到头来我们 家里没有感情 我们家里没有感情 我们把自己的人生弄完了 对不对 我记得我还听到一个故事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假的 但是很多人都讲那个故事 说司机给这个老板开车 老板天天拼命赚钱 拼命赚钱 拼命赚钱 最后老板因为得病 去世了 得病去世了 最后他老婆干什么 他老婆嫁给了他们家司机 儿子把司机叫了爸 别墅成了司机的 家产成了司机的 这是真实的事 直播间的朋友们 那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我们今天想一想 我们今天买脑子都是为了钱的时候 不管是钱多钱少 过好当下每一天 过好当下每一天 好好的重视我们这个亲情 爱好你妻子 爱好你丈夫 孝顺好你爸妈 照顾好孩子 直播间的朋友们 这都不是开玩笑的事 我们今天就把这个事都做好 是不是 真正的去做好就行了 天天开心 是你家强人 真的是这样 我们想一想 这还是个真实的事 你想想 所以说 我告诉大家 我们今天学习笛子鬼 活出人的味道 活出人的味道 我今天还在想呢 我今天还在想呢 我们今天 如何的去做 对不对 我们今天还如何的去做 今天做好我们自己 好好的爱自己 好好的疼自己 对不对 趁我们现在健健康康的怎么办 把爸妈都孝顺孝顺 把老婆多疼爱疼爱 对不对 把丈夫呢 好好的疼爱 对不对 一块 交流 把亲情感越来越好的 给培养出来 那你这个时候 挣钱就有意思了 就像我今天 跟我太太说了 我的 我的满眼里都是你啊 没你的时候 我觉得生活有啥意思 没啥意思 对不对 我今天 看见你在家 看见孩子 我满足 我满足得很 我好满足啊 内心世界好幸福啊 好开心啊 对不对 我今天在想什么 我要做慈善 我要讲课 我要做公益 为什么 给你们 兴山祭道 给你们啊 积累 古人讲的福报 希望孩子越来越优秀 希望太太跟我身体越来越好 我还在想 两个孩子上大学 以后怎么办 我说 夏天我陪你去三亚 对 夏天我陪你去大理 冬天我陪你去三亚 对不对 冬呢 夏凉啊 我们就带两部手机 执个拨 我讲讲课 把中华文化 所有所有东西都讲好 我说我现在告诉大家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最核心的就是夫妻感情啊 我要好好的陪着你 把我们很多美好的地方 我们都去逛一逛 转一转 住个民宿 吃个人家当地的小吃 对不对 我们的生活非常的简单呀 所以说啊 在在在座的各位啊 直播间的所有朋友们 我们今天就要过出这样的情志生活来啊 对不对 天天有美景给大家分享 是不是 这就是我们大家应该努力去做的事情 要不我说 孔子讲的好 孔子讲的说 他是学而知之 不是先而知之 我告诉大家 美好幸福的生活 美好幸福的婚姻 也是啊 做出来的 不是天注定的 没有天注定的这个事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今天 就要有这种思维 去考虑这样的事情 那你就了不得了 你非常非常的轻松 所以说 对不对 大家要常讲梦想 是不是 常讲梦想 这是我们大家应该要做的事情 我们想一想 保姆人家 风吹雨打的工资照临 风吹雨打也打不出来 是不是 现在许多父母把投资 都放在了孩子公民上 孩子读书要读到足够高的学问 花了许多钱送孩子出国留学 到国外以后再没有回来 父母自己花钱到国外去看孩子 结果儿子娶个外国老婆 你去住一段时间临走时 儿媳妇还会拿一个账单来请你买单 这都是真实的事情 这都是真实的事情 是不是 非常非常爱 这个重要的事情 相反学历比较低的人呢 很少有傲慢心 大多数比较谦虚 在家照顾父母 因为有的孩子读书读的越多 可能就越傲慢了 越自私 所以做父母的教育孩子 人生努力方向很重要 不要自食其果 不要老想着我要看望子成龙 你要怎么样怎么样 结果怎么样呢 龙变成虫 为什么变成虫了呢 万恩负义 报仇的虫 你养了办事 养个仇人多麻烦 到老来你真是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利 为什么 结果是自己造成的 真的是自己造成的 现在都知道 教育孩子德行很重要 可是我们把德行都放在了 钱的后面 我们失职 人生有两件事情是不能等的 孝敬父母不能等 教育孩子不能等 父母你要是照顾不到 说走就走 人生 生命很脆弱 就非常的虚弱了 孩子你要是教育不得当 过了年龄 你会痛苦 你没办法 为什么呢 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 教育和孝顺父母 那都是不能等的 一旦错过以后 不会再来 所以我告诉大家 赚钱为了养父母 赚钱为了让孩子 有一个好的教育 首先我们自己 要做好我们自己 这样才会越来越好 好 直播间的朋友们 这一堂课就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九点钟 九点钟 大家正式回到我们课堂 好不好 我们继续学习 经讲第一次规第二堂课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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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